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第四組呢 我們參賽者呢 是我們的夏侯菊柱 扮演的角色是我們晉級的巨人的主角艾倫以及柚子 扮演的是我們的巨人 來掌聲先歡迎 好 我們先給他們一點掌聲好不好 因為他們的道具的非常多 那再來呢 我們這一次呢 不管是哪一個組別 很多道具的部分 他們都是親力親為自己做的 就是為了呢 那我們這個表演呢 會有統整性 以及我們的統一性 好 那我們這一次呢 也是雙人一起 那剛才呢 也跟老師說過了 在呢 我們這一次呢 每個表演者結束之後呢 我們都會呢 來上台呢 跟他們簡單的評論一下 訪問一下 以及呢 讓老師給予一點簡單的講評 那再跟各位參加一下 我們現在呢 即將呢 要登場的呢 是我們第四組呢 我們的參賽者 我們的夏侯局主 扮演的角色是我們近期的巨人 我們的主角艾倫以及柚子 扮演是我們的巨人 好 那我們準備一下 因為我們呢 要求呢 我們的 我們目前這個部分 還不算是季分的開始 我們正式呢 音樂一下 才是我們季分的正式開始 好 那我們一分鐘時間到的時候呢 我們會有提示你 好 請問我們的參賽者準備好了嗎 來 準備好了 再一次掌聲歡迎他們 看來 他們不會像他們的巨人 這些傢伙 來看看 你知道我在一起不能晪誤出 不動如果是應該 competitors 能說黃現在呢 這家人真的太遲鈍了 好 我们的时间啦 好 來一支麥克風好不好 來一支麥克風 來麥克風 來來 來先給你講一下 來有聲音嗎 有很喘對不對 一分鐘感覺很像30分鐘一樣 因為一分鐘 有完全的想要的 有差點有被你那個道具 直接往我前面我的眼睛 前面飄過 非常的厲害 有讓我想得到 非常動態 像在看那種 一分鐘小電影的感覺 會很緊張嗎 參加這個比賽 其實就是算設計上的話 因為一分鐘比較不同意義 其實很怕說那個tempo沒有抓好 因為我要斷刀又跳這個 很忙是不是 又很忙 這是第一次參加比賽嗎 因為我們比較 就是場次的拍攝 還是活動拍攝 動態上 確實是經驗比較多 但是希望大家喜歡 希望我們詮釋大家喜歡 先給他一個掌聲好不好 第一次嘗試這種動態的演出 那我們右邊這位 他會把講話嗎 巨人 一點點 一點點是不是 來來來講講看 當巨人會很累嗎 會 會 那你也是第一次嘗試這樣子動態的嗎 對沒有錯 第一次嘗試 那這些道具都是 對 自己準備的 全部都是自己手做準備的嗎 對 那時候還在想說 完了我們的房間空間那麼小怎麼辦 這樣子 然後一下子撞到椅子桌子 然後想說到底要怎麼立起來會比較好 對 因為這個就是有另外再去構思 因為也 因為也不希望就是說不好搬 也要搬到八樓 對 不過幸好這個我們的表演空間是非常好的 而且還有冷氣 然後也有一個這麼棒的平台 但是光影響效果都非常的足 剛才那個聲音一出來 再加上你們手舞主導 我覺得 我剛才想說多看一下 哎呀一分鐘到了 這麼快 時間其實非常的快 來要不要我們請我們老師 稍微簡單講評一下 沒有老師要幫我們講評 要曼老師要幫我們簡單講評一下好了 我們老師來 喂喂 好 其實在一分鐘之內可以做這麼多事情 真的蠻讓我意外的 對 對 因為其實一分鐘大部分的人都會採用可能比較簡單一點的方式去表達 對 那可能就是稍微有一點 可能是因為這個時間只有一分鐘真的太趕了 所以剛剛看起來有點混亂 對 稍微有一點點混亂 不過其實整體上大致上就是還是不錯 對 只是可能缺乏一點就是實際上的練習 對 因為看得出來就是蠻多地方是很衝觸的感覺 對 那如果再稍加多做一點練習的話一定會更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老師 也謝謝你們 謝謝 好那我們現在下台休息 謝謝我們的第四組